在板桥青埔捷运站附近呢 最近出了出现了一个 国小三四年级的小朋友 可以看到天气很冷呢 但是他只穿着单薄的制服 就在马路上来卖地瓜 好 原本还以为 可能是哪一个商店的噱头 不过呢 跟着他走才发现 原来小朋友是帮妈妈在卖地瓜的 因为呢 妈妈的摊子在巷子里头 不过在巷子里生意不好 但是又把摊子呢 移到马路上 恐怕又会被警察开罚单 所以呢 这个小男孩就自告奋勇 拿着大大的保利笼盒 装满了地瓜来帮妈妈叫卖 让大家说真的很孝顺 来 保护 地瓜 洪亮的叫卖声 竟然来自眼前这名瘦小男童 碰着大大保利笼盒子 站在人来人往超商前奋力叫卖 来 保护 地瓜 小孩子满可怜的 因为他没有了 为了赚钱啊 为了赚钱小朋友 必须什么事情 当时是礼拜五 小朋友还穿着学校制服来不及换 中午12点一下课就赶来卖地瓜 他同班同学经过时还和他打招呼 当天寒流来袭气温只有9度 双颊被冻得红通通 学校薄薄制服也不保暖 就这样孤零零一个人站在街口卖烤地瓜 到底为什么如此卖力 跟着镜头走进入巷弄内 还有另一台地瓜车 人妈妈摊子担心在路上会被开罚单 小朋友自告奋勇帮忙叫卖 在超商那头卖完了就赶紧回来补货 继续买 热乎乎的烤地瓜一口接一口 孝顺的地瓜果然特别好吃 小朋友年纪轻轻就如此孝顺 不怕冷不怕累 同学吃零食游玩 他却帮忙妈妈卖地瓜 希望热心民众经过能多多帮忙 让这对母子度过寒冬 三级新闻到会成李怡婷新北市报道